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养子和徐凯在剧中分别饰演麦承欢和姚志明 两人共度的一段励志爱情故事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 承欢暨讲述了平凡坚韧的麦承欢 养子是在一次意义深刻的蜕变之旅中 与睿智冷静的姚志明徐凯是共同成长的故事 这部剧聚焦于现代都市励志情感题材 深入挖掘人物性格特点 展现了他们在面对生活挑战时 如何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养子作为当红女演员 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颜值 深受观众喜爱 在成欢季中 她再次挑战自我 饰演独立坚强的麦承欢 其表现令人期待 徐凯则饰演姚志明 她在剧中与麦承欢共度风雨 成为她人生中的重要伙伴 这也是徐凯首次挑战这类角色 她的表现同样备受期待 成欢季杀青之后 将进入紧张的后期制作阶段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部充满励志与情感的剧集 将与观众见面 带来一场别样的视觉盛宴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子 徐凯在成欢季中的精彩表现 期待这部剧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和感悟 杨子、徐凯、许灵月、张耀成欢季杀青 你期待谁的表现呢? 成欢季杀青了 你们期待这部剧吗? 这部剧是由杨子、徐凯领贤主演 牛俊风特邀主演 许灵月、张耀主演 何赛飞、姚安莲友情出演 吴燕淑特别出演的一部剧 这部剧改编自同名小说 主要以女主的成长之路为现 她出生于普通人家 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挣脱了强势的母爱 得到祖母的认可 收获爱情的故事 成长过程是不平凡的 这部剧剧情为美 极具看点和吸引力 看到这部剧杀青的消息 相信小伙伴们也是非常兴奋的 璀璨时光里有佳人相伴 温暖岁月中喜乐成欢 让我们期待杨子、徐凯的精彩表演吧 其实看到杨子出演这部剧 小编就觉得这部剧差不了 他的每部剧都特别火 小编特别喜欢他主演的 《香蜜沉沉浸如霜》 《沉香如谢余生》 《请多指教》 《女心理师》 《长相思》等等 每一部剧都塑造了 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总是念念不忘 相信这一次的角色也会是如此 你们期待吗? 徐凯也是资源不错 演技超好的男艺人 从《沿喜攻略》中的附衡 小编就很喜欢他 后来在《烈火军校》 从前有作《灵剑三天舞技》 《黎歌行千古绝尘》 《你微笑时很美》 《上时迷行昆仑须》 《爱的二八定律》 《你比星光美丽》 《雪英灵主》中也都有不错的表现 期待他的新角色 杨子、徐凯、许灵月、张药成欢季杀青 你期待谁的表现呢? 杨子、阳光积极 用实力和真诚打动观众的心 杨子、一位在娱乐圈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 以其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魅力 深深地吸引着观众的心 自他出道以来 杨子凭借坚持和努力 逐渐在众多作品中展露头角 成为当代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 杨子出生于1992年 是一个阳光活泼、乐观向上的女孩 他自幼就对表演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 并为之努力不懈 在他的演艺生涯中 杨子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敬业精神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杨子的代表作品包括 《家有儿女亲爱的》、《热爱的香蜜沉沉浸如霜》等 多部热门电视剧 他在这些作品中饰演的角色形象各异 挑战了不同的角色类型和表演风格 无论是青春校园、都市情感还是古装剧 杨子都能够驾驭得恰到好处 展现出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除了在荧幕上的出色表现 杨子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 他曾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 并多次参与相关公益活动 此外 他还关注环保问题 积极参与环保宣传和公益活动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在个人生活中 杨子以真实、自然、低调的态度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热衷于旅行、阅读、健身等不同领域 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内涵修养 他不追求华丽的外表和炒作 而是凭借真实的个性和才华 获得观众的认可和支持 在演艺事业中 杨子不断挑战自我 寻求突破 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 他不仅在演技上不断提升 还积极参与剧本研读、角色创作等各个环节 充分展现了他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 同时 他也与众多优秀的导演、演员合作 虚心学习、交流经验 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杨子在娱乐圈的好友也充分证明了他的好人员 从同龄的演员、导演到前辈艺人 他都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并且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支持 这些好友不仅在私下里互相支持和鼓励 还经常一起参加公益活动 共同为社会贡献力量 在娱乐圈中 杨子也面临着行业竞争和舆论压力 然而 他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内心 从容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 他不追求一时的炒作和热度 而是专注于自己的演艺事业 以实力和作品说话 他的努力和坚持获得了业界和观众的认可和赞赏 成为当代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 总的来说 杨子以其出色的演技 迷人的魅力和真实的个性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不断挑战自我 追求突破 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 同时 他还关注公益事业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展现出了艺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在未来 相信杨子会继续努力不懈 追求卓越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惊喜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